说起实力派天后级的歌手,你们都会想起谁呢?肯定是王妃和纳英吧? 不过其实还有一个人,你们一时半会可能想不出来,那就是前阵了。 前阵这些年来了也很少露面,相对于前阵的低调。 纳英和王妃经常出现在大家面前,王妃和小十几岁的谢霆锋谈恋爱,遭不少网友吐槽,而纳英凭借各类歌唱节目再度火了一把。 大家应该知道前阵和纳英有过节,是因为一个颁奖典礼,本来最受欢迎的歌手是前阵的。 却本给了纳英,前阵当场摔下话筒,这乎有黑幕,随即离去,这也能看出前阵性格有多直爽。 自从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之后,纳英的名气越来越高,听说做综艺节目的导师,还是凭借姐姐的关系。 不过事实真相是怎样我们也不得而知,而前阵呢?从那以后就销声匿迹了,听说还患病了,这种病叫做慢性却小板减少性子变血液病,现在前阵出现在大家面前还是长长的马尾变。 不过却全部都白了,之前田正在一个节目中,讲述自己身患重病,离死亡很近,让人很心疼。 虽然回忆起病痛田正自己倒是轻描淡写,一脸轻松的,有网友就吐槽,田正患病,都是给那英气的,虽然这话带有调侃的意思,不过确实也是在为当年的事大抱不平,最近娱乐圈很多名人相继去世, 比如之前的李勇,给大家一个警醒,在疾病面前,再高的地位和财富都无异于事,健康才是最重要的,最后希望田正能注意身体,回归迎听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歌曲。